在東區一角長長人龍 越過轉角直到盡頭 但仔細看這排隊人潮 幾乎清一色 都是上了年紀的叔叔阿姨們 自備一致似乎打算長期抗戰 但一堆人好奇到底在排什麼 有些帶排的人還不知道在排什麼 原來這是玩具公仔廠牌 洗手藝術單位 與世界各地藝術家合作 布置連展還會販售限量商品 高知名度的設計師背書 加上限量開賣前兩天 就出現排隊人潮 增值空間有多大以日本藝術家 小川更平的商品為例 這次販售的熊造型公仔 價格六千八百元 其他類似款式初代作品 在網路上已經有人開出 三萬六千八百元的價格 庞大的商業價值 也連帶引發帶排經濟 公仔對收藏家來說不只是商品 更是一項投資 背後商機不容小覷 也因此在北市街頭上演 長輩帶排公仔的奇特景象 視野民透支出